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紫薇胖的身材又火了,一袭粉色和夜边长裙优雅甜美,小锁鼓撩人。 众所周知,杨紫很有事业心,今年开始进军电影的她比往常更有魅力了许多。 童馨出道并没有让她骄傲,反而激励她积极向上。 而且杨紫的穿搭造型非常火爆,几乎美身穿搭都会受到女孩子的喜欢。 杨紫薇胖的身材又火了,一袭粉色和夜边长裙优雅甜美,小锁鼓撩人,薇胖的身材也可以穿出满满的高级感,大家快来探索杨紫的穿搭奥秘吧。 杨紫的肤色比较白嫩,正处于大好年华的她,搭配什么衣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 一字间的连衣裙穿起来性感时髦,而且露出了她的大偏皮肤,优雅而又美丽。 长款连衣裙穿起来仙气飘飘,粉色连衣裙更能够凸显出穿衣着白嫩的皮肤。 礼服领口处加入和夜边的设计,饱满而又甜美。 微胖的女孩子穿上这款连衣裙,显瘦效果也很强,可以将腿部的小坠肉完美遮挡起来。 束腰的礼服更能够展示出穿衣着细长的腰线,腰部加入褶皱的设计,让礼服看起来更有质感。 这身衣服很有民族特色,年龄小一点的女孩子穿上这身衣服,更有小女孩的甜美和温柔。 年龄稍大的女孩子穿起来则有性感成熟的感觉。 不得不承认,彩色涂鸦的衣服穿起来五彩斑斓,活力十足,丸子头再加上蓝色发带,脸看上去小了许多。 纯色连衣裙很适合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,养子身上的这款白色连衣裙得体大方,而且衣服穿起来很有下垂感,高档而又舒适。 袖口处采用了宽大的设计,让衣服的通风性也更好了起来。 脖子上搭配一款细项链,十分秀起,红色的小耳坠搭配这条连衣裙,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 借黄色连衣裙穿起来更有秋天的静谧和安逸感,整套连衣裙的设计很有特色,肩部非常明显的垫肩设计,让养子的气质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 V领设计还能够展现出他性感有魅惑力的身材,再搭配上他喜欢的低丸子头,优雅感随之而来。 杨子的穿搭风格多偏向于甜美风,性格乖巧的他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种穿搭风格。 微胖的杨子穿上修身的连衣裙也很有气场,学访的质地,通风性很强,穿在身上也很舒适。 看得出来,杨子很喜欢白色的连衣裙,清新而又纯洁。 肖战海内外热度共振,就角色重新上榜,米兰瞎货功不可没。 肖战终于结束近半个月的海外行程,回到了国内。 海外粉丝万分不舍,国内粉丝欣喜若狂,欢迎肖战回家。 肖战这次米兰之行可以说是为国争光,为国人长脸,在海外大杀四方,赢得了一片赞誉。 肖战的个人魅力真是没说的,不仅在海外圈了不少粉,沸腾的海外热度也辐射到国内,同步共振,令人气热度持续高涨更上一层楼。 都说作品是演员立身之本,这话没错,好的作品会带来海量的人气,吸引众多的剧粉。 但剧粉并不能算作演员严格意义上的粉丝,因为剧粉因剧而粉,因角色而粉,当剧结束了,热度过了,往往会去追下一部剧,喜欢下一个角色。 都说剧粉最无情就是这个原因。 若想把剧粉转化成演员的粉丝,除了角色魅力,更需要个人拥有强大的魅力才行。 而肖战无疑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。 众所周知,娱乐圈就是流水般的明星,流水般的粉丝,能长红,能长情的都极为稀少。 但肖战自陈情令一炮而红后,内于再无可赶超他的明星,即便在他被打压最狠的2020年,他的人气热度也是空前的。 这就是他强大个人魅力的体现。 逆境更显勇逸,风雪才见风骨。 诋毁不宜信赖,打压更具人心。 剧里他是明知不可畏而未知的侠士,剧外他是坦坦荡荡,迎难而上的强者。 戏里戏外他都是令人喜爱和静福的清流。 话说回来,肖战不断打造好的作品,塑造精彩的角色,令人气不断高涨,而他强大的人格魅力更是吸粉、流粉,令他的粉丝群体成为内于最稳固的营盘。 就说最近的米兰时装周,肖战的东方巨星风采,倾倒了西方,引多国媒体静静相报道他的消息,世界四大通讯社,就有三家报道了肖战,媒体总数更是多达200多家,还在不断增长中,成为米兰时装周最闪亮的存在,热不可言。 而这般高涨的热度也引发了国内的共振,肖战露面极圈粉可不是说说而已。 肖战独有的东方魅力和洛洛大访,从容大气的谈吐风度令他在帅哥美女遍地的米兰脱颖而出。 不少见到他的路人当极圈粉,时尚界也为他的风采而瞩目。 邀请他的两大高奢也因肖战而备受注目,品牌声量高涨,赚了巨额的媒体价值。 为了如此珍贵的代言人,两大竞品奢牌精诚合作,用最高利益相待,全程保驾护航,不得不说这是肖战的实力使然,魅力使然。 互联网是世界性的,肖战在米兰的风光自然传遍全球,国内共振当然不在话下。 肖战超话报,两大奢牌报,肖战米兰时装周话题更是高达85亿阅读,不得不说,这是惊人的热度。 而肖战高涨的人气热度的另一体现就是又圈粉了,而这次的粉丝可以称之为米兰虾。 众所周知,被圈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古。 近日,顾卫和卫无限这两个播出一年了,几年了的旧角色再次重新登上剧集角色新媒体指数榜,不得不说,这次上榜,米兰虾或是功不可没,也是圈粉的名正了。 淡淡想说,长红很难,面对娱乐圈层出不穷的俊男美女不跑也很难。 而肖战已经罢顶四年有余,人气热度始终高涨,意气绝尘,不得不说,是他不断精进的实力成就的, 是他不断打造出的好作品成就的,是他始终如一的人格魅力成就的。 相对于银粉、角色粉,有着时效性,而人品粉是最稳定而长情的,正所谓,你不变,我就永远不变。 这里,欢迎肖战回家,继续大杀四方,愿所有汗水都有收获,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,加油!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!